这么重要的场合 任何人不应该有口误 如果有口误 就会把它当作故意的 设计的 这个是比较合理的推论 如果说是一种口误的话 那就非常非常的失离 应该不是马英九这种等级的人 那么容易犯的错误 马英九也不太会口误 尤其是这种重大场合 所以我觉得他是刻意 要丢出中华民国 然后说口误是中华民族 的确中华民族的语气上下文 才合情合理 说原文是说 这个中华民族过去经历了 百年屈辱 请问你 如果写中华民国就文不对题了 为什么 因为现在我们讲的百年屈辱 事实上所有两岸 所有的历史学者 全世界历史学者毫无意外 毫无例外 都从1840年 亚配战争开始几算 亚配战争之前 中国被设为 四项最强大的国家 1840年 亚配战争一打下来 中国被全世界看成东亚病夫 所以1840年是很关键的 屈辱的事件 请问一下 中国历代的就是 清朝的鸦片战争 逼迫中国人吃鸦片的这场战争 以及日本侵华战争 这两场是最大的屈辱 除此意外没有啦 对不对 你说太平天国那是内战 国共内战那是内战 所以谈不上这什么屈辱不屈辱 屈辱是对外人屈辱嘛 所以中华民族过去经历了180年的屈辱 马云九很喜欢咬文绝肢 我帮他把时间算出来 算是百年去路没有错 那他故意口误讲中华民国 就要堵住很多人 你不讲我不敢讲中华民国吗 我当着习近平面前讲中华民国 我先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委员对历史再熟悉不过 我很建议大家去看一下 委员的这个历史课 在这个网上看了以后 增广你的这个知识 所以委员我还是因为 我待会要进广告 我先请教一下 所以你认为这绝对就是一个 可以了 为什么 因为习近平也不能说不对 这个课应该是双方有默契吧 我认为双方有默契 理由很简单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序言里面 有没有讲四个字中华民国 有啊 你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面的 有个中华民国存在 你不承认嘛 你可能可以不承认 在台湾的中华民国 如果说这是一个 在双方默契之下 允许的一个所谓的口误 那你觉得这意味着大陆的弹性 大陆的思考是什么 就大陆来讲 第一个马英九现在没有公职身份嘛 民间有人当然可以口误啊 所以某种程度来讲也在传达讯息 那这个也是大陆的一个龙忍的底线 你讲中华民国如果是符合中华民共和国序言里面所讲的 孙中山先生创立中华民国 有没有这样写 有啊 这不是国民党说的 共产党也这么说啊 也就是个事实嘛 就是个历史事实嘛 当然有人会争议说 创立中华民国不只孙中山先生一个 那我同意啦 不过因为他名气比较大嘛 所以用他为主嘛 那这个场合里面故意这样讲 是中华民国也受到屈辱啊 什么军华奋战啊 什么日本侵华啊 对 委员对历史再了解不过 所以大家看到委员告诉大家 这绝对就是一个所允许的所谓的口误 但是如果是双方的默契的话 我觉得这显示大陆的这个弹性非常的大 这个弹性一定有 非常的这个灵活 所以这意味着是什么 我们稍后继续谈下去 我稍微轻松点问一下委员 你怎么看待这场的气氛 这场气氛 这个习近平最高领导人嘛 我的意思说 这个刚刚立将军讲得很好 以大事小啊 以人啊 对不对 所以你怎么看待那整个气氛 包括现在这个晚宴 我先跟大家说 还有一些陆续的消息传出来 包括我们台湾的4月3号花莲 花莲的这个地震 那习近平也在这个现场当中 表示哀悼等等之类的 所以就他也注意到了很多的细节 你觉得呢 和陆方要营造一个什么样的气氛 基本上习近平是在效法 中国古代一些圣君的作法 就是康熙皇帝啊 唐太宗啊 那汉武帝这一代人的作法 就是对于对内温言软语 你看看那个康熙皇帝 当时为了准戈尔汉国 他是他的名义上的女婿 准戈尔汉国都低声下气 到了这个准戈尔汉国 要用武力相向以后 他才不得以亲自亲征 所以他已经是说 尽最大的能力 最大的诚意 最大的忍耐 这个最大的让步 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不得以才去派兵 去打这个准戈尔汉国 这个就是中国古代被称为 圣君的一种作风 跟对外不太一样 那习近平我想 他应该知道 这些历史阶段 发生了些什么事 他不可能去当光绪皇帝的 他学习的对象 也就是康熙皇帝嘛 再说他对于台湾 发生了大大小小事情 他就要指一个 作为全中国 这个现代中华民主的 最高领导人 要对他的子民同胞 表达慰问嘛 这个总不能把他当外国人嘛 这是一个习近平 他作为一个 这种重要的领导角色 该去扮演 该去表达的嘛 细节他就不用去管 这个选择在东大厅 当然是规格相对来讲 就比什么台湾厅 福建厅的规格更高 这个最有名的 这个邓小平 跟柴契尔夫人见面 后来柴契尔夫人走出大门 又摔了一跤 就是在东大厅见面 对那个摔跤也是经典 对这个 而且哥巴七夫 第一次法院中国的时候 跟邓小平见面 也在这边见面 然后大陆参加WTO 所开的重大的会 发布会 也是在这个东大厅 还有举办北京奥运 对全世界宣布的 也是在东大厅 所以你知道这个东大厅 这是位阶是很高的 所以它软的地方更软 但是这个也很难讲 为什么 因为我们现在台湾 就是有些人就是 不愿意去面对 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 像这个习近平讲话 从头到尾都讲民主 中华民主 不过这个习近平 当然有点客气了 他说中华民主 五千多年的漫长历史 会被大陆现在的人类学家 跟DNA学家打枪 他说我们查出来了 中华民主诞生的年代 是八千五百年前 所以会被打枪 不过不管如何 五千多年起来 是有国家组织出现的时候 大概是五千年没有错啦 但是这个就是一个民主 这个现在中华民主 这个概念底下 DNA证实的 是占大陆人口多少 占大陆人口97% 这么高的一个比例 当然有少数民主 因为台湾有多少 98%更高 我原来我让你预测一下 现在时间是6点38分 这个晚宴的部分 目前还没有最新的消息传出 但是此刻应该正在晚宴 或是正在一个晚宴的进行 或准备的过程当中 你觉得呢 晚宴通常一个半小时跑不掉吧 你觉得双方会谈些什么 这时间蛮长的 晚宴就不能够谈太过于 严肃或者太过硬邦邦的话 上次有谈那个酒嘛 你酒不是带酒去吗 对啊 你觉得这次会谈什么 他应该也是这个习近平 这个大陆领导人 继胡锦涛之后 唯一宴请的台湾政治人物 我可以很肯定的这么讲 以前都是会面而已嘛 其实他以前朱立伦去大陆访问 访问过啊 用国民党主席身份啊 然后这个我们的洪主席也去了 但是真的出来宴请的 不是总书记 也不是国家主席 出来宴请的都是政协主席 这政协主席以前是 以前有的汪洋啊 或者余正生啊 那现在是王沪宁啊 就是对台政策的二把手 出来宴请 那习近平晚上就忙他的事情 他只宴请 胡锦涛只宴请过 这个连战 后来就就没有再验证任何人 所以能跟习近平吃上一顿饭 满酒应该是唯一 有一个人在排队啊 这个赖清德啊 他说要跟习近平讨一碗饭吃啊 珍珠奶茶 对啊 他说他要带珍珠奶茶去啊 他如果哪一天赖清德 我真的能够带珍珠奶茶到北京去请习近平喝的话 我给他比个赞 不要他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两岸中不再兵凶站尾了嘛 很多政治上的安排 法律上的安排 大家也可以沟通嘛 可以不要动不动 我会搞台独不可嘛 搞台独你也不要搞到什么 我不是中国人 那就玩啊 是 就玩啊 对于经常外食的现代人来说 实在很难确保每天能摄取到足够好菌 也因此越来越多人选择在生活中补充益生菌 来帮助肠道健康平衡 但市面上这么多的益生菌该怎么选呢 挑选具有专利认证菌株最重要 面对换季引起的肝氧红肿 能调整体质的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就是一个稳定健康基础的好选择 经三角全校配方 让肠道增加好菌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收入多篇学术报告 也证实了克菲尔的重要性 每天一包就是健康维持的好选择 如果你也想尝试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还可以享有额外优惠哦 每日克菲尔 让您的生活更健康美好